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喜冲 关于昨天我们的内政部长塞福定 他突然间宣布了这个警察10点过后要关大门 这个课题肯定瞬间就炸开了锅了 你可以看到从昨天晚上开始到今天早上 全国人民登面子书都在用这个话题来开玩笑 包括我自己本身也是这样 然后呢 我就看到今天 内政部长就有出来申请说 我讲的是关大门不是关门 所以关大门的意思是说只是警察去外面的那个篱笆门关罢 里面那个office还是开着 我没有理解错 所以我昨天我的视频我还帮他申请 我就说 这个内政部长的新闻内容我已经看完了 的确他是外面那个大门关里面还是开着 警察局内部还是24小时开门的 但是 我就是说也是不应该 我很清楚 没有搞错 你的意思 但是我认为这样也不应该 到后来 有人找到资料说说警察局 原本12点是要关门的这个东西老师说我不知道 但是现在我知道了 我就 要在家批评了一句 就是 12点也不应该关门 警察局的 外面那个大门应该要24小时开的 理由我昨天也是讲了 我昨天也举了一个例子了 晚上如果有 谁在外面被人家打响被人家追杀的话 第一时间可以冲去警察局里面 如果你还要在外面按门铃的话完蛋了 OK 在这里 我必须要很强调我一个点 就是我昨天我没有搞错 内政部长的意思 我还帮他澄清 我的题目我也是写关大门 我没有说关门 因为在我们中文的意思来说关门就是 直接整个没有防线 OK 所以我说关大门只是外面关起来 但是 也是不应该 所以我要 带出一个很强烈的这个信息 给我们的内政部长就是 不管你是关门还是关大门 都不 应该 啊 理由我昨天也是讲了 就是 警察 是来抓贼的不是来防贼的 谁都可以防贼 就是警察不可以防贼 你不可以用防贼作为理由啊 来做一些啊 奇奇怪怪的 措施 啊 警察是不能够防贼的 你去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你说我们警察要防贼 你真的是给人家笑脱大雅 啊 啊要给我一点生意做是吗 啊 OK 讲到这个我再举一个例子 啊大家有看几十年前呢 有一个香港电影叫做大事件的吗 就是 任贤旗跟这个陈慧玲做的哈 OK 啊我记得呢 里面有一幕啊 非常经典的就是了 任贤旗是一个汉匪吗 啊他拿着那个 枪啊在街上啊 一直射一直射 然后呢 当他 来到一个警察的面前的时候 然后 一个警察 穿着军装的警察 啊 然后他那个枪了就对着这个警察的脑门 啊 然后那个警察呢 第一时间呢做出了第一个动作 举手投降 啊然后呢这一幕呢 就被镜头捕捉到然后放去各大的这个电视新闻那里啊 那时候网络还不普及啦 啊 如果是现在的话就是给人家放在Facebook洗版个一个礼拜了啦 OK 所以在戏里面是这样说 这一幕呢 给全香港的老百姓看到的都觉得非常的震撼 震撼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 非常象征性的 警察 向汉匪 投降 啊 非常象征性的就是 什么情况 警察是要抓贼的 警察现在去向贼投降 啊 OK 老百姓不能接受 所以在戏里面呢 针对这一幕呢 又做了很多的剧情 啊 然后呢 呃 那个陈慧玲呢是负责警察公关的 然后呢 他的工作呢就是要呃 在公关上了哈 呃 弥补回这个 这个警队的形象 啊 我还记得他剧情的发展就是呢 这个陈慧玲呢 他还安排了这个 警察 呃 呃上电视 啊 做一个专访 然后呢镜头呢对准着 这个警察 还有他的老婆还有他的孩子他孩子才出事罢了还抱着的 啊 然后 那警察就对着镜头说 虽然我是警察我知道我不应该像这一个 呃 盗贼啊 投降 但是 我要想着我家还有一个老婆还有一个这么小的孩子 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够做这一个选择 啊 OK So 呃 这一幕呢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啊 这个电影人呢把这个警察向 汉匪投降的这一个issue呢给带上了这个镜头 啊 OK So 我看到今天 说我们警察去要关大门 啊 我就想起了那一幕 是一个非常象征性的 警察可以向贼屈服吗 警察可以说我要防贼吗 啊 就好像那个戏里面警察可以向贼投降吗 不可以 啊 OK 当然 我知道 我这样讲可能有人想讲我 你又不是警察 死了又不是你家人 啊 你当然讲得轻松啊 是啊 我的职业不是警察 警察职业是要做吗 你告诉我 就好像 我 牙医我是怕牙的 我可以怕血吗 看到血我不敢怕牙 我可以这样讲吗 这样我转工 啊 老是讲了哈 OK so 呃 我只能够说那句啦 现在就算 有人跟我update说啊 12点本来警察都是要关门的 但我跟你讲那个也不应该 OK 我不管你警察10点还是12点都不应该关门 那个大门是应该开着的OK啦 如果说你真的是要防劫了为了安全考量了我给大家一个建议了OK 那个 警察局 那个office的门 跟counter的距离你可以放远一点 啊 你不要太过近 不要啦 你进入office的门就马上到counter了不要 你可以距离远一点 好 然后呢 那个office的门口呢 你可以做一个好像啊我们在飞机场的那个 呃 金属感应器 啊 就是 有谁 经过 如果有金属的话 就会想 这样呢 你counter距离比较远一点嘛 你听到响的话你们可以耳热起码可以霸枪出来了吧 是不是 啊 所以我给的建议是这样啊 好过 你真的是关掉大门真的是太难看了 就跟我刚才讲的那个 电影大事件里面 警察 向这个贼跪下 举手投降 然后呢 给全世界人看 有什么样 有什么样 我觉得 再想一下啦 大门是不能够管的 最多是你在office的门外面 装一个感应器吧 OK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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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